就是把這個檔案稍微分析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把這個檔案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按右鍵 去開啟那個下載區這個 因為我們下載檔是這個按右鍵 我是建議你一定裝那個什麼Nordify++ 那這個工具單 好處就是說它可以讓你看到一些細節 那些細節的話是你用其他工具看不到的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按右鍵 用Nordify++打開之後的話 那我是建議剛剛講過的 這個地方特殊資源 你可以讓它全部顯示出來 那顯示出來之間有什麼幫助 各位可以看到 以後的話如果你假設看到CRLF 其實CR指的就是 我們的拖一資源裡面的什麼 CR就是反斜線R LF就是反斜線N 所以以後你記得 如果看到CRLF 那以後你就用 反斜線R跟反斜線N去代替它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下載下來的東西第一件事 因為它是一串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需要什麼 先把 每一列的資料先切割 所以切割 切割 那切割的點就在這裡 第一個 所以先什麼 先Split什麼 Split反斜線R 反斜線N 第二個的話它要再Split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中間都是加斗點 所以再去用斗點去把它切割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必須要切割兩次 第一次的話呢 是用CRLF 就是反斜線R反斜線N去做切割 第二次的話呢 再去切割斗點 所以這有點麻煩 那你想說 老師那個F物件以前不是只有ReaderLights嗎 問題是 這個Request物件沒有所謂的那個ReaderLights 它實際上就等同是F物件裡面ReaderLights 就是全部讀進來 那全部讀進來的話呢 如果你要做分割變成說什麼 你就變成要切割兩次 那怎麼切割兩次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部分的話 我也把它寫在那個雲端白板的第三頁 所以第一個是把資料下載下來 所以你看到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在做什麼呢 做切割 那兩次 第一次的話是切割換行 那我剛剛講過哦 那個 換行部分的話就是 它後面CRLF就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所以先切了 那切割完之後 把它放在一個Lights1 Lights1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裡面所有每一行的資料 第一個哦 那當然每一行資料還沒辦法放到資料 資料庫裡面嘛 因為它分一欄一欄的 對哦 所以呢 再做第二次切割 但是第二次切割的話呢 當然要避開什麼 避開這個上面的這個 因為上面欄文名稱不需要放進去嘛 所以我們就是 跑那個回圈的時候 FOR I ENRANGE 不能從零開始 要從一開始 有沒有 避開 第一個 然後名稱 然後呢 到最後一個 其實要後面-1啦 為什麼要-1啦 其實應該跟那個 我們看一下最下面這個資料 好像最後面這邊多一個 多一個這個換行 多一個這個換行 這邊如果多一個換行 變成後面會多一個 多一個空的資料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空的資料 避開的話 那會變成多一個空 那會發生錯誤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解密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 這兩個 這個第二個部分 然後我程式已經放在這 你們就直接把它放到 這個 這個剛剛的第一段程式的下方 所以我們就是 把這個資料切割 然後再把它分別 你可以在這邊print了 所以 我們這個print這個就不用了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註解掉 print 全部先註解掉 那我們就是 再來就是把 歷史二裡面的資料 分別把它print出來 歷史二 然後把它執行 這邊 應該是把它切到歷史二 還有一個地方 對不對 就是說呢 這個資料裡面 你們有沒有看到 在 第幾 第幾個資料 第一是日期 種類 市場 然後再來就是輕鬆 有沒有 就是它的品名 品名的話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裡面的話呢 有很多的空白 那以前呢 如果假設我們 手動的方式 當然你可以把那個用取代 Ctrl H 把裡面的空白給取代掉 當問題 如果今天我在程式裡面 我希望把這些空白全部去掉的話 那我可以加一堂 什麼 好像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一個叫strip 這個strip 如果我今天要針對的是第四欄的資料 切個到一二三四 那這邊 所影子一定是三 0到0開頭 然後把裡面的空白給去掉的話 再把它存回去的話 那我可以寫成這樣子 OK 然後底下的話 我就可以把那個 資料把它print 我們把這個資料print 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子 歷史二就會輸出 我們需要的結果 所以網路上資料抓下來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歷史二裡面呢 就長這樣 這已經是被我們切割過的 這個結果 那如果我們有歷史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可以思考什麼 把這個歷史二裡面產生的資料 再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就跟我們上個禮拜有沒有 最後那個member的資料 塞到那個資料庫的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說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講到的是第二個步驟 切割資料 下載切割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 新增到資料庫 試一下 第二步 再來第三步 所以分成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 第一個先把它用那個request 把資料爬下來 所以第一步驟應該就做 所謂的網路爬蟲 爬下來 第二步的話我們爬到資料 可是這個資料不是 我們將來可以直接放到資料庫的資料 所以如果要把它塞到資料庫的話 變成說你要切兩次 一個是先切它的分行 第二個是切它的豆點 第三個就是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空白 所以這個空白我們要把它去掉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地方 把裡面的空白去掉之後再存回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設print出來的結果 這個 蔬菜的後面就不會有很多的那個空白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要希望把那個 你的資料裡面多餘的資料 前後 前後 有多餘的資料 像空白去掉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用一個sell strip striple的這個方法 就可以把那個不要的那個資源給去掉 像空白 常常常見的 或者像之前我們用到 反鞋線而馬換行的部分 OK 那第三步啊 你會發現現在已經是一個一個的分開資料 那下一步的話 就是可以再把它塞到資料庫了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要再結合上個禮拜講的 所以其實今天東西已經非常的複雜了 等於是把前面所有的東西 講過的東西又重新又再回鍋了 OK 不過沒辦法 因為以後的應用 絕對都少不了這些東西 不外乎就是讀檔 不外乎就是讀網路資料 把資料拿到之後的話 那你應該有個地方給它放 OK 放之前你要先想怎麼切割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絕對會遇到的 我們只是說呢 拿一個實際上的案例來做 好啊 所以啊 如果你假如說呢 覺得 這個當然啊 你現在可能還不太熟 如果你將來熟的話 你覺得這個 做臺北市的 零售市的行情太簡單的話 其實在臺北市的大平台裡面還有更多了 像這個它的資料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 只要是CSV的都可以啦 CSV有兩千多種 你可以兩千多種的CSV篩選一下 有一大堆啦 像我之前 像什麼 有一間住宅的 還有什麼環保的等等的 還有讀懂的有沒有 還有空氣污染的 等等的這些資料 那我之前我蠻喜歡 請同學在做的像什麼 治安的部分 比如說竊盜 像我想要知道那個 台北市哪一區竊盜案件最多 這邊都有 台北市竊盜案件 有沒有 還有台北市住宅竊盜盜 還有網路報案竊盜盜 自行車 汽車 機車 有沒有 街道搶奪 這些都有啦 那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什麼 就是先資料 先網路爬下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它切割 塞到資料庫 馬上可以 保出那個 這個 報表跟圖表 可以視覺化顯示出來 OK 所以其實喔 這邊看到 馬上可以秀出一個 一個類似像Dashboard 或者像你們那個 現在蠻夯的一個人 叫Pow BI 其實Pow BI 其實也是類似的作用 Pow BI 它不是讓你寫程式 它有一些固定的套裝功能 直接 不過它的步驟也都一樣 第一個一定要爬資料 第二個的話 一定要做一些切割 然後統計分析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證照我有去取得啦 我發現 這個 這個工具還不錯用 那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一般來的資料 大部分都還要做後續處理 可是Pow BI 本身沒有開發環境 也就是說呢 除非那個 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已經是 很OK的 就是本身就是已經 像類似Excel這樣的一個 檔案的話 丟過來 OK 馬上可以得到結果 但通常好像不是 所以喔 如果你用Pow BI 可能會遇到那個 那個賄賂資料 你還是要做前置作業 前置處理 所以 一般還是配合像 Python 或VBA 先處理過 再 喂給Pow BI 讓它跑出Dashboard 可能會比較恰當 但的話呢 Pow BI本身喔 它還是會有一些盲點 因為它本身沒辦法做程式開發 好 那其他類似像這些啦 還有像什麼 中央政府裡面也有開放資料 至少幾萬種 我之前看到有五萬種 剛剛金融相關資料就一堆了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對這種開放 像政府機關的資料 你假設想要了解 比如說 像我們了解治安好了 新聞媒體一直說 到底最近治安好還是不好 其實說真的有開放資料 不過甚至這邊還有歷年的 像那個資料裡面有104年到110年 其實我們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統計一下 104年到110年 它的那個切到案件增加 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我們就可以看出 到底那個科P上任之後 是不是 這個 這個是很明確的資料 你不能 這個數據是會說話的嘛 不然你說 我覺得自然變差 我覺得自然變好 這都是很 很那種 完全 沒有這個客觀依據嘛 如果 有這種資料 而且理論上應該不太會有可能吃案吧 不會說因為要讓數字變漂亮 把那個數據給美化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可信度還算高的啦 OK 所以網路上其實還蠻多類似 像這些資料 OK 其他像什麼股市 外匯有沒有 像期貨 這些網路上都 都爬得到喔 OK 所以 衍生性我覺得是還蠻大的 只是說它的難度 我是覺得當然 還不算太低啦 因為第一個你要做爬蟲嘛 第二個要切割資料嘛 第三個要把它放到資料庫嘛 對 光這些 每一個每一個都是一關一關的 那當然有些前面我們都講過了 OK 只是說你可能要把它熟悉啦 因為我看有些同學 那個下班來然後 來上課 已經很累了 然後回家可能又沒有太多時間複習 所以 想過但是不見得熟練 不過當然我們還是往前推進啦 只是說 即便這個課程結束啦 我是建議你們回去喔 還在找時間 慢慢去咀嚼一下 因為像這些東西是真的很花時間 真的 坦白講 而且有的時候 光一個小小的地方 一行程式 寫錯啦 或者是說少寫的話 結果就不一樣 像好像同學就有遇到一個 少寫一個坎密程 有沒有 我一直強調嘛 新增、刪除、修改 一定要坎密程 但有些同學就忘了家坎密程 結果一個跑 跑行有樣子出來沒錯誤 但是奇怪了 資料都寫不進去 也沒辦法刪除 沒辦法修改 為什麼 少一坎密程 就這樣而已 OK 我一看我就知道 因為已經很熟了 OK 所以這些都是小問題啦 但是有時候是可能 就是你如果忘記 你就會要找很久啦 OK 好 試試看 我們待會兒再來看 我們已經切割了 所以我們是第二個段落 所以如果你想找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雲刀白板的第三頁 第二段部分 剛剛是第一段 第二段 那 跑完之後的話第三段就是要怎麼樣 再建立資料庫 OK 然後呢 把剛剛切完的五個欄位 塞到裡面去 OK 那就完成第一階段 建立資料庫的動作 那第二階段就是 再拿這個資料來查詢 查哪一個蔬菜水果 在哪一個市場最便宜 可以什麼 來 下一個查詢指令 OK 試一下